大家好,欢迎来到论影时光,我是小胤。 并且以欺负小男孩为乐趣,但小男孩的故事开始于和爸爸的初次见面,小男孩和小男孩的父亲作为搭档,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场华丽的冒险,但是小男孩的母亲总会把小男孩拉回现实,小男孩的哥哥到了参军的年龄,但是他没有通过录取标准,于是小男孩的父亲成为了需要上战场的那个人,对此小男孩深感难以理解以及不舍,最终父亲还是去了战场, 在日夜期盼的日子中,除了父亲的信件,他一直没有回来,医生说小男孩的状况比诸如正还让人难以接受,所以他叫小男孩小男孩,在父亲走了之后,小男孩的哥哥一心研究机械制造想做出一个厉害的发明,等到小男孩的父亲回来之后,可以给他一个惊喜,同样小男孩也买了一双父亲喜欢的鞋和两张电影票,准备迎接父亲,但是等来的是小男孩父亲在一次战斗中生死不明的消息, 小男孩和小男孩的亲人难以接受这个消息,小男孩的母亲不忍小男孩沉浸在父亲的事情中,就让小男孩的哥哥带小男孩去看了小男孩和爸爸最想看的电影, 电影的最后,魔术师选中了小男孩作为搭档表演魔术,让小男孩沉迷于此中,此时一个日本人乔本出现在了小男孩的生活中,由于珍珠港事件让小男孩恨极了所有的日本人,所以他是小男孩最大的仇敌, 为了对付他,小男孩和小男孩的哥哥无所不用其极,为了能让小男孩放下仇恨,神父给了小男孩一个清单,只要小男孩能完成清单上的内容就可以发生奇迹, 清单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和日本人乔本成为朋友,为了能让父亲回来,小男孩用了很多方法想和他修复关系,但是并没有效果,终于他接受了小男孩的好意, 其实小男孩并不想和乔本成为朋友,但是最后确实乔本帮助小男孩完成清单,在这个过程中小男孩觉得乔本可能并没有那么坏, 乔本发现了小男孩内心的自卑,他用日本故事去激发了小男孩的自信,经过了一些事情,小男孩的家庭和乔本先生改善了关系,但是其他人还是不能接受乔本先生的存在, 小男孩试图用圣经所说的改变这一切,人民并不能相信,就在这时发生了地震,让人们误以为小男孩能够作当, 这也使小男孩相信有超能力来结束战争,让父亲能死而后生,就在此时二战结束了, 人们误以为是小男孩的超能力让战争结束,但事实并不是如此,人们对乔本先生还是不友好, 并且杂了他的家,还差点杀死了他,最终小男孩的哥哥觉悟并救了他,但是小男孩的哥哥还是入了监狱, 乔本先生也在昏迷中,最终还是传来了小男孩的父亲在战俘营死了的消息, 乔本先生也痊愈了,并且小男孩的哥哥也被释放了,小男孩的母亲给小男孩准备了一个葬礼, 然后这一切并没有结束,最终奇迹发生了,小男孩的父亲并没有死亡,他回来了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生命充满了希望,不要轻易地放弃, 也不要因为仇恨蒙蔽了自己的眼睛,最终自信和勇气会帮助我们战胜一切, 我是小英,更多精彩电影,欢迎订阅,热音时光。